就是这个路口 绿灯辆不但执行车要走 从对向左转过来的车子也要继续执行 两边的车子都要走容易相冲突 这里是细止大同路三段与中校东路口 绿灯辆大同路上的执行车 与对向左转进中校东路的车子 都可以走的情况下 就发生多起严重对撞的车祸以外 大同路三段是我们主要的交通要大 但是它衔接到中校东路左转方向的话 因为秒差的问题常常发生车祸 因为它目前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秒差的问题 所以说直线跟左转常常会发生碰撞 那因为附近的民众一直在反应 那我们也希望说经过这一次的会刊 能够来提供这个秒差方面的协助 灯号的关系有时候会造成民众的错觉 就是说会以为是左转灯只有它能通行 那导致说因为这边的车祸其实频传 所以我们就请相关单位来讨论 那我们会先把持币跟这个 左转灯号的这个号制呢 我们先把它的秒数呢 就是先对掉 在对向要转中校东路口前 有立了标示牌 绿灯左转车请续行 还有请里让右侧来车 也就是绿灯可以左转进中校东路 不过因为中间有货柜专用到的柱子遮挡 难免影响行车视线 如何让路口型的更安全 新北市员白佩璐就召集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调整红绿灯秒数来改善 主要是说把这个秒差 能不能拉6到8秒 让这个直线的车子过了之后 有大概有一些反充的时间 让这个左转的车辆 能够安全的回转 让这边的行车的动线更顺畅 然后行车也更安全 会把这个左转的耗制的时间 跟执行的耗制时间 有一个持弊 然后让用路人确实的了解 自己的路权 然后避免产生错觉 造成这个严重的事故 因为这边警察局给的资料里面 这边的造势路段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对撞 主要就是他们还是不晓得说 这个灯号里面不是只有 直走的车子可以走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耗制的改善 灯号的调整 让整个这个路段的路口 大家用路人可以更安全 左转车不少会停等在桥下 等看清右侧没有执行车在走 但是有时候没有注意 就容易发生意外 会康后调整两侧大同路 红绿灯的耗制增加秒差 至少让左转车及执行车都知道 尽管是绿灯 还有其他方向的车子通过 保障行车安全 小沈慧玲 西纸 财宝报道